孩子抄袭作业被妈妈发现后 很强思洛丽的妈妈咱来说 你说给我听起来 因为妈妈听起来 什么 为什么不让你爸听起来 你爸有权利知道 他是你爸爸他需要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的 自己做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你以为你在学校里抄了作业我会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去抄同学的作业 因为不会 因为不会就得去抄 你控制他丢人还是抄作业丢人 我可以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这么做呢 这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知道吧 偷取别人的胜利果实这叫 今天你童童也被熊了吧 你任老师给我说了 怕耽误你后边写作业 所以没有过多的批评你 只是教育了两句 你才几年级就开始抄作业 你这样写的快有什么意思呢 我跟你说你最好是认真 以后每天你要是从学屋回来 我都会抽传你的作业 不定期的抽传 因为你现在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你对你今天这个行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觉得我哪还冤 我哪冤枉你了 你老师哪冤枉你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或者觉得我批评你哪不对的 你都可以说出来 那你跟我说你今天哪不对的 你抄作业 你抄作业不也改了9点半吗 你不抄不会做一道题一道题的 不也得9点半回来吗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去抄作业 才二年你就抄作业 你爸爸就是抄作业抄坏的 抄成倒数第一了 原来那学习很好的 就是怕孙小老师揍上然后就抄开抄作业 然后抄成倒数第一了 我倒是第二后吧 就问你什么事 你偷来的也不是你自己的 因为你抄了你也不会 你爸爸原来抄小女生都也就抄成这样了 你看 谁跟你说小女生了 现在你的手学挺多都不会做了 谁抄的 就抄的也抄的 我不是抄女的了 你不管你抄女的还是抄男的 性子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再发现你下一次还要好远 走 你听见了吧 还敢不敢 不要在我面前狡辩杨昊玥 更不要在我面前说谎 你说谎和狡辩我都能知道原因 我都能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 那你和我一起改吧 你不是改完错了吗已经 还不会 不是 啥女才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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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